不应该骗我吗 互相坦白一下吗 老是骗我说 跟这个闺蜜出去吃饭 那个闺蜜出去吃饭 结果呢 跟别的男性朋友 吃到电影院里去了 还有这事啊 这也没什么呀 我觉得这是异性朋友 要不是干嘛对吧 那没什么 你可以告诉他 你说我跟谁谁谁 看个电影去 你说没说呀 他说他又该讨价呀 他说为什么要跟别人 就吃饭呀 他这个人就是 喜欢装牛角尖的呀 不是那你 那你告诉他 为什么你跟别人吃饭呢 就是你有男朋友 为什么还老跟别的男人 去吃饭 你给他解释一下 我都是一些朋友 很多人在一起的呀 我就说你跟我说清楚 我觉得没什么呀 每个人都有个异性朋友啊 那你像我呀 我在公司里面上班 我也有异性朋友 但是我从来不跟他们 做过太多的一个接触 好 接下来 从来不单独出去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姑娘 你们俩之间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我觉得吧 就是说 我也希望他在 深圳能安个家嘛 因为他所有的话 不希望结了婚 跟他视窗 然后我爸妈来回跑来 看望我这么艰苦嘛 但是我就感觉到 他一直都是不够努力 一直是原地踏步的 然后我每次出去 都是花我的钱 我就感觉到 这个男人很不负责任 你知道吗 其实在你的心里 已经把他剔除了是吧 其实他就除了这些 我们关系删除 还是挺好的 就是其他方面 但我就感觉 是挺好的 挺好的 那你为什么一直这样 那我就想不明白了 虽然说我没有为他发过钱 但是我的钱攒了多少 他知不知道 我有没有说 要在深圳这边定居 有没有说要在这边陪他 有没有说要在深圳定居 我有说过呀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给他听 我打算就是过两年之后 慢慢接触一点人脉 那你要我等了两年 我还要等你多少年呀 你等我吗 你确定你在等我吗 你整天约这个约那个的 如果说遇到一个好的 你是不是马上把我甩了 哎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 我今天来就是想弄明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也想跟他两个好过 我觉得他人确实是不错呀 但是我就接受 那你的说法 他人可不怎么好啊 这一方面不好 但是他其他方面 对我确实是挺好的 平时呢 比如说因为我是四川那边 我吃辣的嘛 他那边是广东那边 他们那边从不在那 但是他也是为了我 经常做饭呢 他都是做比较符合我胃口的嘛 行吧 所以你要弄清楚他干嘛 那问问呗 你到底把他当什么呀 我就把他当个男朋友呀 我就想弄清楚 他有没有想过跟我结婚 但是他一直为了去改变呀 他要就这么不改了 你还跟他交往吗 但是他有说过 他说再见我等两年 我不知道这两年 他还是不是继续 都是眼地大步 不肯去付出呀 我的天哪 我们听听老师怎么说 一起进入邱笔特问卷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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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